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积电就不断的往上涨 然后带动大盘指数也一直冲新高 其实就是这些钱在卡位台积电法缩会 那不过反而就在今天台积电呈现了拉回 我想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跟各位谈一下 首先你可以观察到外资的筹码变化 在过去的三个交易日 外资开始卖台积电 当然我必须说这个卖超也不是多大的张数或金额 但是你想想看 外资不是最近频频调高台积电目标价吗 最乐观的已经看到了800元 可是台积电反而在这里 似乎来到600元附近之后 短暂的失去外资的宠爱 外资嘴巴说想要 但是实际上却还是先调节一下 所以我其实也跟大家提到台积电涨到这里 会不会上600呢 在还没有上之前我已经讲肯定会来 但是涨太快了 毕竟它是一个2593亿股本的公司 那涨到这里本益比也真的不算低 那有一点提早好像把今年后面 第二季第三季下半年的整个业绩成长的情况 好像都已经反映了一部分进来了 那乖离率也很大 所以似乎也跟外资的想法还蛮吻合的 所以台积电非常好 但是涨到了600元 这里短线上面有一点过热 反而我们看到融资最近增加很多 这个是以往你很少见的 因为台积电这种全资股 我们很少看到融资这么激情 所以代表外资在卖了 结果融资反而跳下去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对于好公司 务必多一些耐心等待好买点 那从台积电的上涨 其实我觉得带给我们投资一些想法 也可以说是投资的启示 魏老师常跟各位讲 我们带家族朋友在去年三月买进台积电 经过除息之后成本来到276元 那假如以这一波台积电已经来到605元的历史新高 我们其实是大赚了119% 当然我不是要跟各位炫耀什么绩效的 为什么我常常要带这一张台积电的走势 配合讯息以及今天告诉你大赚119% 其实我是有想法想跟各位交流的 当你听到不管是权威家族的朋友 或者是市场上很多的投资朋友 现在有很多人手上都有台积电 也有很多人获利都很不错 可是你其实有没有回头去想想 当初台积电也有很多时候 它是不动如山的 指数涨它不涨 小型股喷涨停 涨停再涨停 台积电还是不涨 很多时候台积电都是呈现真的那种 非常牛皮的大型股走势 可是你时间拉长来看 也没多长嘛 我们家族朋友去年3月买台积电 请问到现在 有没有超过一年 没有 但是大赚了一倍多 中间有的时候 它就是不会涨 中间有时候还给你来一个回马腔修正 可是对的趋势 造就了我们所要的正确的结果 用这个概念 我希望大家去想想 很多股票 请你不要那么样的过度在意 它短时间的涨跌 它有涨停 你当作额外的拍拍手叫好 赞 它没涨停 不表示你的财富不会增加 只要趋势是对的 其实股价的过程 它本来就会有 小涨 大涨 急涨 急跌 拉回 修正 盘整 各种的样貌 必须学习接受 这是股票市场的一部分 但重点是它趋势 有没有反转 没有 就像台积电 它还是一路往上 只是过程里面会有一些曲折 所以我们在帮各位所筛选的个股里面 会包含有一部分 它不是叫做台积电 但是它也带有台积电这种竞争力的特质 一样可以让你安心抱波段 而在过程里面 有的时候可能休息 有的时候可能拉回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用一个平常心来看待 而且更去关注股价的趋势 而不是短线波动的幅度 这是台积电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那第二个启示是 昨天台积电上605元的时候 各大网路股票社团群组 很多人都在讨论 然后秀对账单的 功课分享的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昨天看一个FB的股票的社团里面 就有人贴对账单讲说 台积电 我310的时候就大买了20张 那看他的文字描述 可以感觉到他非常的兴奋 因为昨天605元了 赚了很多钱 当然也可以感觉得到他那一股 骄傲 自信 臭屁的霸气 当然这个臭屁是很可爱的臭屁 很臭屁 310元我就买了 就告诉你我买得很低很早 没错啦 因为台积电现在600元嘛 你600元你回头看300的时候 你讲话可以很大声 我300就买了 可是你要知道 当初300块的台积电 来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来来 300块的台积电长什么样子 各位 300块的台积电 在这里 这里是300块的台积电 那请问在还没有喷出创高之前 你觉得台积电有没有像是站在山顶上 是不是 所以我要跟各位再次提醒 我常讲的一句话 股票从哪里涨上来不重要 重点是将来能涨到哪里去 300多元的台积电 你先来看 好厉害喔 好低喔 哇 羡慕啊 可是当初台积电 从200从100涨上来的 你更不要说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那时候有一个客户 55块钱买了200张 是不是 那你说 现在没有55了 对耶 所以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 因为回不去了 那你必须更关注在 它未来 还有多少空间 台积电是如此 其他的个股也是这样 我一定要帮我自己讲一句话 因为很多时候 我很热心的 很认真的研究完股票之后 想要带家族朋友 去买一些个股的时候 偶尔也会有一些 可能经验上 不是很丰富的朋友 就会酸胃酿老师 这个是追高 因为从哪里涨上来 那你怎么不在那个低点买 大家都是事后去看那个图说 那时候最低点你怎么不买 那个时候低档应该要买 那现在怎么不买 结果就眼睁睁的 这个股票继续再涨 20%继续再涨 50%继续再涨 100% 所以股票从哪里涨上来 不重要 重点是将来能涨到哪里去 同样的台积电如此 其他的个股也是这样 至少 技术面大家听过吧 所谓出身段 然后主身段 末身段 那你总不能一档个股 因为你出身段没有上车 就一直很气很纠结这一点 出身段的时候低一点怎么没有买 那因为过不了心情的这个关卡 难道你要放掉主身段 放掉后身段 末身段全部都错失吗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台积电 大涨过后 带给我们的几个想法跟启示 还有当然 从台积电今天的拉回 以及我们看到 鸿海 难得的涨停板出现了 河硕 今天也是很猛 涨停板 这个又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我们简单 先看一下 河硕 这是它的周K线图 各位看看 均线全部纠结 底部出量往上拉抬 我们看一下 鸿海均线大抵完成 开始纠结之后向上发散 那这两档个股 我想 一代表低位阶 二代表全值股 这告诉你 高位阶的股票 它再好像台积电 也要小心追高风险 而低位阶的股票 尤其像这种大型股 它是现在市场上的主流 因为场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热钱 包含外资 包含大户的钱 还有保险公司的钱 现在要进来买股票 这些大钱 就像大船 它必须停在大港口 没有办法停在小鱼港 所以这种全值股 你想想看 你多久没看过 河硕跟鸿海涨停板 而且还一起涨停 你要只要感觉得到 你要知道台股正在翻天覆地的改变 所以这些大钱进来买大型股 告诉你 钱还很多 资金派对 没有这么快要结束 那操作上面 什么股票 还可以跟得上呢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最近讲的 今年一定要以落后 补涨的低档股为主轴 那温阳老师看好的 有哪些族群跟个股呢 待会回来您就知道 赶快再帮大家 归纳整理一下重点 当台积电这么棒的公司 元月份拼命地急拉 创高之后 然后反而我们看到 现在换鸿海和硕 接连补涨 还攻上了涨停板 这些以上的现象 其实提醒了投资朋友 高档的股票 你要小心追高的风险 随时可能拉回修正 特别要注意 筹码有没有变得开始 流入到散户的手上 而低档低位阶的股票 绝对会是2021年 操作的重点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加入有五档持股 我认为至少要有 三档以上的股票 是低位阶的 那鸿海跟合硕 它同时也代表了大型股 大型股能够这么猛力的 强攻涨停 代表场外有很多大资金 前铺后继正在进入到台股 资金行情不等人 比速度比效率的 所以你要赶快奔跑 不要输给厂外的这些外资 最近我们讲到的集团车用股 当然昨天已经公开了 就是627同心店 四大产品线火力全开 要推升今年的获利大要进 那四大产品线 昨天也都讲在这里了 其实最主要来讲的话 分两个部分来说 一个是在于CIS影像感测器的封测 那这个部分 它跟手机也跟汽车市场有关 那第二个部分讲到就是比较 未来明星产业 包含Elon Musk的另外一家公司 Spex X 这个发射太空卫星的 另外就是手持式的超音波医疗装置 这些都会贡献今年同心店的获利 大幅度的成长 预估年增率可以达到五成以上 那法人预估去年赚八块以上 今年可以超过12元 明年再进一步成长到15元 能坚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今天的同心店 我们看到股价亮灯涨停板了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就邀请了大家 一起来操作这一档 这个全新的集团车用股 而且还没有发动行情 还没有正式展开攻击 事实上同心店 因为原本它前面先经过减资 那去年底减资完成之后 股价其实反而呈现拉回 这个拉回就是标准的洗盘模式 那洗完盘之后 股价完成了原底 那这里正式的突破 那股价这边来讲的话 当然昨天今天都是大涨的 短线上面必须注意一下 追高的风险又在增加当中 但是趋势上面 它绝对值得您来追踪 那当然我更希望的是 一开始在上个礼拜 我们邀请你的时候 你就能够立即行动 风低把握 那这样子你就不会有 现在还要不要买的 这样子的困扰 就如同两天前 文杨老师在这里 跟大家谈一个被遗忘已久的产业 叫做自行车 自行车去年一度大涨 业绩大好 因为解封之后 很多人选择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成为代步工具 可是接下来碰到了 缺原料零件 还有缺货柜 还有台币升值 这些相关的利空之后 所以整个自行车族群 在高位阶上面 它开始进入到一个中期整理 那我原本对于 自行车的想法就认为 这个产业今年还是很好 但去年的位阶变得有点高 所以你不能追 但是可以留意 中期整理之后 逢低布局的空间 它至少能够有一个 区间获利的操作机会 甚至于它还是有可能 再拉出一个 比较完整的大波段 这个都有可能 那其中我们提到 像9914美利达 电动自行车 零组件现在每天供料的水准 已经逐迹的在恢复成长当中 从去年第三季的500到600辆 到今年第四季的 到抱歉 去年第四季的700到900辆 以及到今年第一季的 上看1200辆 这个就是逐渐的在增加当中 那美利达公司自己估计 今年第一季出货量 可以回升到上看9万辆 年增率43% 季增率21% 那预期第二季出货量 还可以再拉高到 每个月最多4万辆 也就是说 一季可以来到12万辆 那跟第一季比 又是三成的成长率 那目前快要过年了 台湾厂区这边员工 要缩短年假 加班生产 整个订单 是超过目前的产量 那能见度都已经看到明年了 这个是我们跟各位 在第一时间就提到的 美利达转折点 为什么出现 因为基本面要开始变好了 最坏的已经过去 昨天美利达喷出大涨 今天又继续强攻 续创新高 我们在礼拜二 前天跟各位讲的时候 股价的位置在这里 各位看一下 这就是礼拜二的位置 在这里 这是礼拜三 这是今天 讲完之后 是不是一路涨 一路涨 那昨天美利达喷出 贵猛还没有喷出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这个就是机会 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分时 5306贵猛 今天涨了7% 今天的涨幅 比起美利达 更强劲 可以说是 后来居上 这个都是 我们在 还没有大涨之前 就已经先掌握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跟着 一起行动 很多的个股 当你还在 犹豫不决的时候 当你还想要再多看一下 观察一下的时候 很可能 他就已经先被别人 买走了 这个有点像是 在一个精品的发表会上 当你还在犹豫 要不要出价 要不要下订单的时候 很多贵妇 很多的富豪 就已经 抢在你前面 开始扫货了 搜刮一空 为什么呢 很简单讲 所谓资金行情的股市 不就是钱多 而筹码有限吗 现在当然钱多 你看到台股 动不动三千五百多亿 以上的成交量 四千亿的成交量 可是呢 为什么叫筹码有限 你说台股 很多股票 没错 很多股票 但是 已经涨上去的 也越来越多 所以只要是 相对低位阶的股票 假如 有成长的动能 即将要爆发的话 这个对于大户 对于法人来说 是求之不得 是非常渴望的 你拿美利达 你拿桂蒙 虽然这两天大涨 但是你用这两档 个股的 整理后的位阶 技术指标的位置 它的筹码的稳定度 你去跟目前盘面当中 已经涨了一两个月的 那些小腰股比 它当然相对安全很多 所以有钱人 包含大户 大股东 法人 这种股票 他会很爱 而且他会立刻买 因为 所有的法人也是一样 手边一大堆资金 去年年底 刚结账完毕 现在都在找标的 为2020年 新年来做布局 那法人之间 也在比效率 比速度 比绩效 你不买 别人买 所以你晚一天买 你就比别人贵 就像刚才各位 是不是看到 梅利达 我们再看一次 你晚一天买 礼拜三 它就涨个 快要7%给你看 你再晚一天买 到了礼拜四 它又涨了5% 就如同 我们讲的 同心店 你晚一天买 可能还没有 马上喷出去 可是上个礼拜 跟各位讲 如果你还是在 等等等到 今天来讲话 我相信今天涨 你版224元 很可能 您又买不下手了 因为你会觉得说 哇 又涨上去了 所以 产户在研究股市上面 当然有它 相对比较弱势 或者说吃亏的地方 因为毕竟 股市其实就是一个 资讯战跟筹码战 那你要跟谁比资讯呢 你要跟谁对抗筹码呢 你要跟大股东 你要跟法人 那如果你对股市 了解不够透彻 或者说你实在是 就没有办法拨出 这么多的时间 来下功夫研究的话 那当然就会 很吃亏 不容易赚钱 常常就是呢 不敢买的股票 涨给你看 涨到让你懊恼后悔 那偏偏呢 手中爆很久的股票 爆来爆去 好像还是呢 有那么一点落寞 所以我想呢 威阳老师的存在 就是希望能够 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 也是帮您拉近 您跟大户 大股东 法人之间的距离 不要有这种 资讯落差的情况产生 好 那今天本来还要跟各位 聊一下低润产业 那因为原则上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所以我想时间灵关系 我就不去多说 重点就是呢 实权 威刚 南亚科 金豪科 你一定要整个族群 持续留意 这个也会是我们持续 看好的焦点方向 都没有改变 那当然我们在上述的 这四档个股里面 今天有了新的动作 再讲一次 实权 威刚 南亚科 金豪科 你要一并留意 我们今天有了新的动作 2021年 威力无双的加码活动 小资族的朋友 威阳老师 要特别照顾您 只要您来找我 我一定帮您加码 好好的 用力的 帮您呢 在过年之前 来拼个大红包 让你跟家人今年呢 能够有一个 很棒的农历新年 可以期待 那这波的台股 你赚到了吗 你赚够了吗 还不满意的朋友 现在立刻来电 跟上我们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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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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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